经济日报《投资理财周刊》中的重榜分析 今天是推介汇控5号 简选原因是 今个星期由星期四起 有美国联储局、英伦银行、欧洲央行 及日本央行都会举行议息会议 虽然今个星期为持息率不变的机会较大 但美英在2022年展开加息周期的机会不低 或者这两家央行在今个星期议息会议之后 会发放一些偏英的货币政策信息 汇控本身的业务具备贷款增长、复苏及回撥的支持 股价亦获得回购支持 加上加息预期升温 憧憬汇控的扩阔息差能力能提升 市场看法上 花旗说市场预期 美国2022年6月可能会加息 对息口敏感的香港银行正息差表现 带来正面影响 但基于市场对内房的忧虑 而令部分香港银行的股价 已经跌至接近新冠肺炎疫情 以及2015年的低位 幸而随着美国10年期债息上升 为银行股提供一个吸引的购买机会 摩根大通预计 英伦银行去到2023年累计加息65个基点 2024年加息两次 并且预料美国联储局 会在2022年9月及12月分别是各加息25个基点 2023年加息4次 2024年再加息3次 摩通将汇控的目标价由57元升到58元 但因为较高的净利息收入预测 被成本增加所抵消 以下条汇控2022年每股盈利预测3% 策略上 读者不妨以汇控今日开市吸纳第一注 如果股价有机会回到43元以下 读者更加加两倍注码去买入第二注 初步目标是看48元